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输了又怎样 熊妹妹只喜欢赢,不喜欢输 熊妹妹总喜欢第一个拿到妈妈烤好的小熊饼干 出门的时候,熊妹妹也总能抢到 第一个冲出家门 她不愿意和哥哥一起为爸爸妈妈朗诵图书 她怕自己没有哥哥朗读得好 爸爸邀请妹妹下棋 熊妹妹连忙说 不,我才不要和你们一起下棋呢 每次和你下棋,我都会输 做游戏的时候,熊妹妹总是抢先第一个玩 熊妹妹只喜欢赢,不喜欢输 赢的时候,她会哈哈大笑 输的时候,总是发出令人颤抖的尖叫 因为熊妹妹只喜欢赢,不喜欢输 因此,她也失去了很多有趣的事和朋友 一天,幼儿园里举行放风筝比赛 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都带着漂亮的风筝来到郊外 比赛开始时,熊妹妹担心地问爸爸 爸爸,我们的风筝会是第一个飞吗? 当然了,宝贝 不过,想要风筝第一个飞起来 还需要我们密切地配合 熊妹妹拿着风筝在草地上跑了起来 不一会儿,风筝飞了起来 熊妹妹高兴地喊着爸爸 爸爸,你看,你看,风筝飞起来了 熊妹妹话音还没有落 风筝一下子落在了地上 看着别的小朋友的风筝都飞了起来 熊妹妹沮丧地说 爸爸,这是只不会飞的风筝 我们必须再尝试一次,宝贝 爸爸鼓励熊妹妹 熊妹妹爬到山坡上 把风筝举到头顶,挥来挥去 风筝升空了 却又碰的一声响落在了地上 熊妹妹跑回到爸爸身边,哭着说 爸爸,我不要比赛了 我要回家,这个风筝永远不会飞起来的 爸爸说 宝贝,我们必须再一次尝试看看 在爸爸的鼓励下,熊妹妹跑过草地 她把风筝在头顶上挥来挥去 渐渐地,风筝飞了起来 她越飞越高,越飞越高 最后,终于飞到了空中 爸爸,爸爸,风筝飞起来了 哈哈哈哈 草地上传来熊妹妹开心的笑声 此时,熊妹妹根本不在意 风筝是不是第一个飞起来的 她开心地说 风筝,真有趣 虽然,熊妹妹和熊爸爸的风筝 是最后飞起来的 可是只有熊妹妹和熊爸爸的风筝 飞得最高 这次比赛,虽然熊妹妹没有得第一 但她却得到了荣誉奖 因为在遇到困难时 熊妹妹学会克服困难 熊妹妹再也不是输不起的孩子了 现在,她可以快快乐乐地 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了 好了,宝贝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你们在比赛时会在意输赢吗? 当自己输了比赛时 我们要怎样去面对呢? 你做到了吗?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格子匠讲会一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我们下来听好玩的故事 我们下来听好玩的故事